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在台中举行 傍晚开始在彰化车站外的广场 有不少民众站出来呼口号 希望国会停止立法乱象 台中火车站前的铁路大街 民众自发性聚集 手取着标语抗议国会立法乱象 有家庭主妇拿着蓝白托道具 呼吁蓝白阵营 停止黑箱立法作业 还有上班族请假过来共襄盛举 手取着标语大声抗议 其实如果我做父母的不阻止 那就像是之前的 不管是太阳花或野百合 都是前人的努力下来的 那我觉得我今天可以身为到一个 当爸爸妈妈的一个身份的时候 我要为我的小孩建立一下未来更进步的台湾民主 直接到院会这样子 坦白讲没有讨论的机制 我觉得我们民主好像走向一个肤浅化 小丑化 潜谍化 其实是很遗憾的 对于我们国家而言 我希望说我们国家能够好好的做好省议式的民主 由民间团体发起的全台串联 我藐视国会活动在台中这边从下午1点持续到下午4点 有超过200位民众聚集 而在彰化车站外的广场傍晚6点开始 同样继续串联联活动 我的未来不站出来 一直到天色暗了 现场还是聚集将近200位民众 他们手上拿着退回法案的标语 要民主 要民主 要城市正义 要城市正义 透过自己站出来的行动 呼吁停止黑箱立法作业 要捍卫国家的民主 哈喽 我是张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